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只有字 只有一些桌面上的东西 却没有声音 你是学不到地的 所以这个英文怎么念呢 这个念Ben 最后舌头向上顶 这个字跟我们之前学的BING这个动名词 这个字呢 发音很像 但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NG 所以舌头向下 而且要念长音 所以念成鼻影 鼻影 鼻影 舌头向下 这个却念成短音 舌头向上 笨 笨 所以我们常听到一句话说你去哪啦 就说Where have you been? Where have you been? 所以念成了Where have you been? 好的 现在我们就来解说百分百 到底这个笨怎么样使用 首先我们先回到他的家族 这些字就是他的家族 叫B动词家族 在英文里面 首先动词是有时代的 这个叫现在是 I am He is you are 大家很熟悉 这个B动词翻译成是啦 翻译成在啦 好的 过去是呢 N跟Ease就变成was was是N跟Ease的过去是 was是R的过去是 这是过去的是跟在的B动词 然后再来变成未来是 就变成will be 所以B也是是跟在 将会是 将会在 所以这些呢就是B动词的变化 这边是现在是 这是过去是 入动词加上原型动词 变成will be 就是未来是 所以现在过去未来 再来各位看到了两个 这个就是ben ben叫做过去分词 过去分词担任完成式的使用 而这个being叫做现在分词 用在进行式 所以我们再说一遍 ben是过去分词 用在完成式 而being呢是用在进行式 至于还有两个不相干的东西 但是长得实在很像 一个叫being 这个being是动名词 动名词就像名词一样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视频 讲得非常清楚 欢迎大家到前面的视频去参考 再来就是to be to be叫做不定词 所以这个动名词 跟这个不定词 这两个是属于名词类的东西 它跟动词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being跟to be呢 是不会出现在这边的2的位置 而今天我们聊的叫being 或者是现在分词叫being 它是出现在动词的部分 这个先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理解 在我们的高级函寿课程里面 专门有一本书 是学习动词的方方面面 欢迎大家参考 现在我们来谈这个being 我们刚才说being放在动词里面 成为完成式 所以刚才第一个例子 where have you been 这个being翻译成是或在 而前面加个have have been 这就叫做曾经是去哪里了 where have you been 你之前曾经去哪里了 所以这个have been 就是曾经去的意思 have been 就是所谓的完成式 现在完成式 我们把have翻成曾经 而been 就是刚才说的是或在 那么变成中文呢 翻成去比较有道理 where have you been 你去哪里了 同理各位看这个句子 I have been 我曾经去过to Korea 所以I have been 我曾经去过韩国 现在完成式也可以这个样用 叫做I have been 我一直是 以前到现在一直是 一个勇敢的男孩子 I have been a brave boy 这叫一直是 所以各位现在看到这个been 翻译成是 或者是翻译成在 就是逼动词的用法 它用在完成式 所以它会放在have has的后面 翻译成成经啦 或者是一直啦 等等这样子的用法 简单的了解这个been 首先我们先会发音 been 你去哪啦 where have you been 再来呢 我们就要了解它的用法 我们说它是be动词家族里面的 所以它放在 一二三的 二中间 跟别的字凑在一起 I have been 我曾经是去过韩国 have been 和在一起 变成现在完成式的动词 那我们会更仔细的来介绍 been 用在英文有三个地方 而这三个地方都是非常重要的 的意思又不相同 所以如果你程度开始好了 并如果看不懂 会非常痛苦的 那么详细的内容 就请各位到我们的有声 有影的会员专区里面 来看完整的教学视频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